贫困家庭的孩子永远是第一个到达学校 因为她吃不起早餐 这里是新加坡底层人民的生活 31岁的小美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目前她在快餐店里面做兼职 一小时50人民币 一周只干8小时 虽然工资看起来很高 但面对一斤猪肉30人民币的物价下 手里的钞票突然就不像了 因为新加坡是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国家之一 早在10年前 小美有着工商管理的文凭 一个月工资高达1万人民币 但因为女儿的出生 她不得不辞掉工作 照顾孩子 因为这里的托儿所都有规定接送时间 如果超时就会面临罚款等 所以小美只能找一些灵活的兼职工作 而她的丈夫正在角落等着她下班 丈夫也在这家快餐店的厨房做兼职 但她今天请了病假 因为她有高血压 而且还喜欢吃高脂肪高油的食物 当有人问她会不会改变饮食习惯时 她的回答是 擦擦布肥那里好吃 擦布肥那里好吃 在以前 她可以在餐饮行业轻松 找到一个月1万2人民币的工资 但自从生病后 她不得不找兼职 因为要经常请假 老板们都不敢请她 现在两夫妇一个月 加起来的收入只有6000人民币 要命的是 小美还有7个月的身孕 一家五口加起来 一个月要花2000美元 小美表示看不到希望 只能过一天是一天 她希望身边的人可以帮助到她 她也不会责怪这个宝宝突然的到来 她只是觉得给不了宝宝更好的环境 宝宝的两个姐姐没有早餐吃已经够痛苦的了 她不希望她的宝宝也是这样 你们觉得 她们该怎么做才能摆脱困境呢 这是新加坡最底层人的生活 她们常常因为一点小事而大打出手 老怕是这里出了名的脾气包 生气起来连水管都敢捶 骨瘦如柴的老头被吓得只能报警 最后才平息了风波 对于穷人来说 凭见夫妻百事哀视他们的日常 丈夫气冲冲地打开了铁栅栏 大力地把钥匙甩到妻子身上 对着她不断谩骂 这一切只因一件小事 在小美产检回来的路上 要跟丈夫会合 却因会合的地点引起的争执 之所以脾气不好 别因只有穷 直接导致她们只能选择住单间 这个不到十平米的房子 是她们一家屋口的家 除了睡觉的地方 都被拿来堆积杂物 这些杂物是老怕的收藏品 没有她的同意 老婆都不敢扔 不然又要大打出手了 她们除了兼职以外 她们还会兼职 每周两次的老年人 卡了OK的比赛 每个月能拿到5000人民币 勉强能维持家庭的开支 比赛之后 一家人一起唱唱歌 是这个贫困家庭 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 妻子表示 虽然丈夫不是最好的 也不是最帅的 即使很穷 但至少一家人是完整的 震惊的是 妻子为了家庭的完整 竟然忍受了 丈夫长达十年的家庭暴力 在社区工作者的帮助下 她申请了保护令 但搞笑的是 这个保护令 需要夫妻双方的同意 才能执行 这是让妻子意想不到的 我是被打的那个 我要让打我的人同意 那么 接下来的生活 她们会发生什么 她们常常因为一点小事 而互相不爽 在回去的路上 老怕更是把钢管锤的崩崩下 你就知道回家后会发生什么 妻子小美更是忍受了老怕十年的家庭暴力 无奈之下 小美申请了保护令 但保护令的介入也没能阻止老怕的家庭暴力 在收到警察两次警告后 老怕最终进了监狱吃了三个星期的老饭 就在放出来不久 她们的第三个孩子诞生了 小美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休息 老怕在边上照顾小美 她觉得生小孩很辛苦 正当大家都以为老怕改过自新时 有人问她是否心疼老婆 老怕看了看小美 掐指一算表示 只要不惹她生气什么都好说 一旦惹她生气 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一旁的小美鸟都不想鸟她 老怕不仅对小美家庭暴力 对自己的女儿也是如此 她不喜欢女儿吃饭的时候看电视 就会冷眼相对地凶她们 并且命令五分钟吃完 如果不吃完 她就会用冷酷的语言攻击对待女儿 面对丈夫的种种暴力行为 旁边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有人建议他们两夫妻去辅导一下 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辅导 老怕表示现在会理智很多 你们觉得老怕会有所改变吗